一场美国国务卿在2020年7月底的演说 美国的战略完全变了 第一个是对抗 对抗之后就要take down 洗垮 所以美国不是在开玩笑的 他特别用很多二战的时候 包括了纳粹德国这种用语 还有闪电战 那个时候也是纳粹的闪电战 把纳粹的那个记忆重新找回来 来让美国人重新感受到 纳粹当时的恐怖 跟现在中国的恐怖 欢迎收看941克苏之权力游戏 今天这一集要告诉大家 其实中美关系现在已经面临近50年来最大的转变 而这个关键的转变就在一场 美国国务卿在2020年7月底的演说 这场演说到底说了什么 未来一定会写在教科书上面 而关键人物就是这四位 其实包括了美国的司法部长巴尔 还有FBI的局长 以及国安顾问欧布莱恩 在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演说之前 他们三位被美国的媒体号称为 启示录四骑士 川普的四个骑士 他们三位都在蓬佩奥的重要演说之前 做了对于中国态度跟战略的一些铺陈 到底说了什么呢 我先跟大家说 这个现在对中国的战略 这是由班农先爆料的 美国的战略完全变了 对于中国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是对抗 对抗之后就要take down 击垮 所以美国不是在开玩笑的 请教范老师 这四个人对于这场重要的宣誓 对于美国对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的态度 有什么重大的转变 对这四个叫四骑士 这四骑士他叫做末世的四骑士 他为什么讲四骑士 因为这是从圣经里面的典故把它拿出来的 表示这四位呢 他们是很神圣的 而且他们代表的是一个美国的精神跟价值 而这个精神跟价值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用民主来对抗极权 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们这四位呢 都提出了针对中国的很多的批评 特别我要提到的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 蓬佩奥国务卿 为什么 因为他是美国西典军校第一名毕业 而且是哈佛大学的博士 法学博士 文武兼备 他曾经在德国当服役 他还曾经担任过CIA 就是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然后才担任国务卿 所以这四位来讲他最厉害 他最厉害 所以他的演说就是压轴 等一下慢慢告诉大家 这场演说其实改变了全世界 甚至对台湾或者是美中 跟全世界的战略位置 首先第一个演说登场的是这个 国安顾问O'Brien 他是在六月底的时候 在凤凰城发表了这样的演说 主要是针对中共的意识形态 做一个不一样的定调 他说呢 习近平就是列宁 跟史达林与毛泽东的传人 所以呢 美国需要对中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他特别强调的是 美国外交政策从1930年以来 完全都是失败的 就是对中共的误判 他也特别讲中共其实有 非常大的控制野心 不仅止于对于中共 或者是台湾或者是香港 而是对于全世界 请教范老师 他特别提叫做列宁跟史达林 是有什么意识上的连结吗 列宁呢 当然他当初是 我们知道苏共建立政权是靠列宁 对我们知道苏联之前是 撒谎是个皇室 像我们看到英国日本一样 后来列宁他们推翻了这个撒谎 建立了共产主义的国家 那因此呢 他采取的是一个极端的恐怖统治 恐怖统治 对例如说打压言论自由 例如说前例集中营 对任何反对他的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列宁之后是史达林 他们都是这样的统治方式 但后来在苏共的扶植之下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正式成立 而在1949年 也建立了跟苏联一模一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我们看到毛泽东 是尸臣的列宁跟史达林 也是采取一种恐怖的统治 大规模的屠杀 我们看到的 包含人民公社大要禁等等 所以我们看到习近平呢 他也是完全是以毛泽东为师 把毛泽东当作他的老师 所以你看到他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 他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性 过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 是有任期的 一任五年可以当十年 当两任 但是习近平把他去除掉了 因为什么 毛泽东也没有任期 毛泽东是做到死 从1949年 一直做到1978年 做到死为止 那习近平要学他 第二个 毛泽东他有一个叫 毛泽东思想 是他的意识形态 习近平也有一个叫 习近平思想 因为我们知道 之前的胡锦涛 没有胡锦涛思想 江泽民也没有江泽民思想 邓小平也没有邓小平思想 其他全中国只有两个人 可以号称有思想 而且是列入在党纲里面 第二个登场的是这个 FBI的局长 叫雷伊 以往只有在影集当中 才看得到FBI出现 可是这一次呢 他特别强调的是 中国间谍每天都在威胁美国 这是他7月7号 在智库里面的演讲 他强调说 只要有美国的议员或者是官员 想要访问台湾的话 北京就马上 对这官员施压 他也强调 中国有一个所谓的 千人计划 他窃取了很多的商业机密 等于是用美国纳税前 替中国的研究机构买单 还有这个关键 习近平有一个猎狐计划 就是要追查海外批评 中国政治人权的人 其中还包含很多的 美国公民跟持有绿卡的持有者 逼迫他们自杀或者是回到中国去 请教范老师 他特别讲到这个猎狐计划 习近平这个猎狐计划到底有多可怕 当然我们知道 因为中国在海外的大使馆 我们看到为什么他们最近 关闭 美国关闭了美国其中一个领事馆 为什么 因为这些领事馆大使馆 它就是中国政府在海外的一个基地 不但窃取国外的机密 另外他们也在掌控在当地的华人 因为我们知道在海外的华人 他们有他们的团体跟组织 例如说什么商会 或者什么同乡会 或者是什么统一联盟 看起来都是民间团体 都NGO 其实不然 他都是在中国的驻外使领馆下面 负责操控海外华人 所以当他发觉你在海外不听话 或者你在脸书或者在LINE上面 你有发出一些反对中共的声音的时候 他们这些海外的这些地下工作者 就会群起来围剿你 甚至追杀你 甚至逼迫你 要亲身死亡 所以这种就叫猎狐计划 而我们知道 很多海外的华人团体 我们看起来 它好像是连移性质的 甚至只是教育 像我们看孔子学院 大家以为它是个教育单位 为什么现在全世界都把孔子学院给关掉 因为也发觉孔子学院 它不但是一个勤修单位 而且它在控制的是当地的华人 OK 第三个登场的是 司法部长巴尔 他讲的是所有的美国企业 他有点名喔 他说比如Google Microsoft Yahoo 苹果等等 还有好莱坞 全部都跟共产党很乐意的合作 他说美国曾经团结对抗纳粹德国 现在美国企业也 也许应该忘记了 要对美国效忠 他其实用很多二战时候的词 像是他特别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进行一个闪电战 而且这闪电战是经济的闪电战 他呼吁美国人要群起对抗独裁的兵工厂 为什么范老师 他特别用很多二战的时候 包括了纳粹德国这种用语 还有闪电战 那个时候也是纳粹的闪电战 对 我们知道意味纳粹对美国人来讲是非常有印象 因为我们知道在纳粹时期为什么当跟现在中国相类比 第一个纳粹也很会宣传 你看希特勒拍的影片永远都是非常高大的 他的宣传系统当时他的宣传部长叫戈培尔国士 非常有名 现在中国也有什么大外宣 通过各种宣传 网路的 媒体的 现在我们的抖音也是中国的宣传一部分 你在抖音上你不能跟我批评中国 你不能说好棒棒 对 所以中国现在很多地方是学的是纳粹的做法 包含集中营 纳粹把犹太人关起来集中营 中国现在在新疆的再教育营也是一样 所以把纳粹的那个记忆重新找回来 来让美国人重新感受到纳粹当时的恐怖 跟现在中国的恐怖 对 讲到纳粹其实全世界的人都会很有感 当时的屠杀等等 接下来要给大家看一下关键的演说 就是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在尼克森图书馆的演说 先来看一下 历史的转变就在这一年 一场演说现在全世界都非常关注 这演说的内容是不是改变了全世界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 这是在7月底的时候 麦克蓬佩奥在尼克森总统图书馆 他是一个纪念的博物馆 他其实里面有几个重点 他好几度提到了前总统尼克森 而且在座还有尼克森家族的一些家属等等 他特别提尼克森总统曾经讲过 他担心世界如果对中共开放的话 会制造出所谓的科学怪人 现在还真的是这样 蓬佩奥说心存善意的人们可以争论这么多年来 为什么自由世界任由这些坏事的发生 他讲的坏事就是中国共产主义 他说其实在冷战之后 他们都太过天真了 都被北京的和平崛起的话术 给蒙骗了 而且他大概三四度引用尼克森总统的名言 他说尼克森当时1967年写下说 中国如果不改变世界就会不安全 所以呢 麦克蓬佩奥的意思是说 现在美国要当世界之首 跟大家一起让中国改变 请教芬老师 其实他为什么这么常提到尼克森 而且选在 地点就叫尼克森图书馆 因为尼克森是 第一个 访问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总统 第一个 因为我们知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他跟美国是敌对关系 其实真正的敌对应该是美国跟苏联 就是二战之后 对 二战之后 那其实美国我刚刚讲过 1949年之后 美国曾经一度想承认中共 但是后来1950年发生韩战之后 双方本来的想要接触的管道都断掉了 那当然主要是因为 中共是站在苏联的下面 他是苏联的 等于是他的孩子一样 那美苏在对抗 那中共自然也变成敌人了 那时中共的外交政策 叫一边倒 倒向苏联 等到1960年代 中国跟苏联翻脸了 因为毛泽东想要当老大了 他不想再当苏联的儿子了 这个时候双方分手 分手之后 美国就想要拉中国来打苏联 等于说拉中打苏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了 1971年当时尼克森 他的一个下面的一个手下 叫做基辛吉 他跑到了中国去 后来1972年尼克森也去了中国 去北京见了毛泽东 当时中华民国跟美国还是有邦交的 还是见了周恩来 是基辛吉见了周恩来 基辛吉见了周恩来 那尼克森见了毛泽东 所以当时美国就想第一个 抛弃台湾跟中共建交 然后以中共建交来共同对抗苏联 是他的想法 那后来1979年中美的确建交了 台美断交了 那当时美国除了想要联中来制输之外 第二个 希望把中国拉到国际 让中国慢慢的改善经济 走向改革开放 然后让中国也能够采用 美国的民主政治的道路 可惜的是中国并没有这么做 所以他才说 现在的中国不是我们过去的 所期待的中国 所以他才说 自由世界如果不改变的话 中国不改变 自由世界就会受到影响 他其实在很大的篇幅 他批评的是中共的暴政 包括了 他说如果我们想要拥有一个自由的21世纪 而不是所谓习近平梦想的那个中国世纪的话 就不能依照以往美国的那个旧典范 蒙着眼睛跟中国交往 所以他强调世界 自由的世界一定要战胜这个新的暴政 他一直讲的暴政哦 他又说中共的政权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权 习近平总书记是破产极权意识形态的忠实信徒 也就是这种意识形态 贯穿了习近平几十年来对于中共全球霸权的渴望 再来他其实把中共跟中国的人民分得非常清楚 这是以往在美国的政客演说里面没有看到的 蓬佩奥说呢 我们应该从改变我们的人民跟我国的盟友理解中共的方式开始 这所谓的理解就是中国的人民跟中共应该分开来对待 范老师到底为什么要把中共跟中国人民 这是美国第一次分得这么清楚吧 其实应该讲去年的副总统彭斯的一个演讲也就提到这一点了 但是蓬佩奥是更加的着重 就是说中国人民是可怜的他们是被中共暴政所霸离的 欺压的 所以我们要同情他们 但他们现在发不出声来 所以我们要联合中国人民来共同对抗中共的暴政 那这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联合多数的中国人民来对抗那个少数的共产党 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共产党员当然现在是大概九千万人左右 但是跟十三亿人比起来他还是少数啊 第二个他为什么在尼克森出馆 刚刚我们讲到那个背景 某种程度他不是说尼克森是错的 他是说尼克森在当时的想法是对的 但是今天来看似乎错了 我们的期待 我们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让中国加入WHO 我们让中国能够跟国际有更多的接轨 我们透过跟中国的合作 我们可以改变中国 结果不但没有改变 中国透过加入了WTO 然后他们在国际贸易上有赚了很多钱 而这些钱呢 反而作为他威权统治的很重要的工具 刚刚呢 美国已经把习近平跟中共的暴政比喻为 列宁史达林的等级 在蓬佩奥的演说里面 他特别讲到了前总统雷根说 他在跟苏联打交道的时候 都是基于信任 信任但要查证这个时候是那个时候的原则 可是呢蓬佩奥说 但是跟中共不一样了 一定要不信任而且也要查证 意思是说 中共比苏联更糟糕 而且在蓬佩奥的演说里面 他特别讲说 在他出席这个演说之前 他有跟中共外事委员的办公室主任 杨洁篪见过并且在夏威夷 他说对方还是老调重谈 一点都没有改变 所以才有这个不信任也要查证的说词吗 范老师 对 表示怎么样 在苏联的时候虽然是冷战格局 可是大家基本上 他的一个互信基础 现在是连互信基础都没有了 当然讲蓬佩奥跟杨洁篪 杨洁篪是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的秘书长 办公室主任 他等于是中共外交的大脑 那当然我们知道 他一向是以强硬著称 习近平这几年这么样对国际上的强硬 在南海的强硬 在国际上不断的跟各国为敌 其实最主要的背后就是杨洁篪 好 那他跟杨洁篪见面不欢而散 对 而且不信任代表什么 包含这次的武汉肺炎 中国完全的引力疫情 而且中国很多的资讯是不公开的 所以中美之间 现在连信任的基础都没有 那何来何做 所以他讲到我不但不信任 而且我还要继续查证 比苏联更不可信任就对了啦 但是呢其实里面关键的 跟台湾有关系的 他也三度的提到了台湾 他说呢我们对于中国人 要张开双臂 但是中共在剥削 自由开放的社会 他说我们边缘化了 我们的台湾朋友 所以台湾后来发展成一个 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 这是对台湾发展民主的肯定 另外呢他也讲说 人民解放军不是普通的军队哦 他继续扩张当中 而且不是在保护中国人民 所以呢美国现在加强了 包括在东海跟南还有 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权 而且呢也创建了一支太空军 最终的目的就是要阻止 中国的发展 其实在这个场合里面啊 他的特别来宾是中国的民运人士 王丹等等人 不止一个人 所以他这个包括提及台湾 请了民运人士来 是要故意弃习近平的吗 对当然我们知道 其实在1979年台美断交以后 美国的国务卿啊 基本上是绝对不谈台湾两个字 连讲都不讲 这还讲了三次 对好像讲出来就犯了什么错 为什么那时候美国 还是想要跟中国维持好关系 可是川普上台以后不一样哦 他不但跟蔡英文通电话 美国川普最近也提到台湾 他说台湾的教 学校都已经开放了 上课正常啊 他也提到了 不可能不要讲他的副总统彭斯 常常提到台湾 国务卿更常谈 台湾两个字不再是美国政府的禁用语 反而大幅度来讲 当然这当然是中国听得很不高兴 另外他讲这些民运人士 表示怎么样 美国要结合这些民运人士 王丹也好 这些人他们共同来推动中国的民主 另外他还强调 我们加强了在东海还有台湾海峡的航行自由 表示什么 我们看到最近美军不断在台海穿梭 一方面要告诉中国 台海绝对不是你中国的内海 第二个美国有义务 捍卫台海的安全 对台湾来讲也是一个安全的保障 而且美国现在成立了太空军 它是一个高科技的军种 主要是针对中国的火箭军 所以光是这场演说 国际媒体都定调说 这是美国对于中国所谓的 50年来有中政策的大转变 所以接下来对于台湾有什么影响 对于全世界有什么影响呢 下集继续看下去了 感谢大家 感谢范老师 拜拜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